有些人他就是 他的这个 那种延迟欲望的能力很差 所以最后大家都已经讲明白了 但是那个想要的那个人就是 我还不管了 我就是想要 你前面讲什么 他就是不理你 那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有时候 我是觉得人的情绪的带子 正向的情绪带子 如果满的时候 他其实是比较容易给出去的 那如果说两个人要玩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本来之前就已经有不高兴的时候 两个的带子都是附的 那叫他分享 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如果在当下 刚才幻疑师讲这个例子 如果说是真的 一方已经哭到这样子 歇视地利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办法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把帮忙有这个空间 有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就先分隔 就像说那个厨房的锅子 烧热的时候 不可能期待他一下马上冷却 所以我觉得好的方式 这么小的孩子 除非他有伤害性还是怎么样 就说好 那我们就先分开 我觉得分开这样一个是一个策略 先分开 然后就先各自玩自己 那我也不知道 接下来的一段 因为既然小的 好像一直欲求不满 我是不是接下来一段时间 就能够很单独地 跟两个小孩子相处 让孩子从我这边得到 就是完全的爱 对 让那个 一直很想要争取 欲望的人 觉得说 我有完完整整 跟妈妈或爸爸相处的时间 是 他如果有一个安全感足够的时候 他有时候再出去再撕裂一下 因为他可能还有这个本钱 对 所以我觉得父母要孩子分享 其实也不能用勉强的 对 对 他状态好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给出去 对 勉强的分享很恐怖 对 对 有没有很多小孩在学校抢东西吗 老师问说 你为什么抢人家的东西 因为他不分享 对 是 他不分享 是 为什么这个想法 因为在家他都被强迫分享 分享 是 那他就以为这世界是世界大同 任何东西都可以公用 所以像这样 被勉强去分享的 孩子他其实不会学会爱 对 对 从来没有被同理过 对 没有被同理过 他就只好去 好